民主黨一直要求做一個全面的封關 這個封關都是一個短期的措施 就是確保香港可以倒截一些輸入的個案 令到香港人可以集中我們有限的醫療資源 去照顧那些有事的病人 其實我們知道國內的疫情是非常嚴重的 我們都希望國家可以集結它自己有的資源和人手 照顧國內的病人 因為其實如果我們是大開中門 輸入很多國內的確診病人或者懷疑的帶菌者 他們是會在香港社區裏面遊走擴散 在社區爆發的時候香港都守不住 我們不希望香港再出現2003年沙士的狀況 所以必須要很果斷地封關 所以這個封關的情況其實現在世界各國 他們都封了香港關了 就是因為香港政府不夠果斷 如果我們能夠真是很嚴格實施一國兩制 就是說在一個防疫上面 我們一定要確保香港這個地方是安全的 如果現在那個關口繼續打開 那香港和國內就變成是一個疫區 就是說我們已經是從其他人的角度 外國的角度就會覺得香港和大陸都是一樣 已經沒有了一國兩制的了 在抗疫的問題上面 所以我們現在就陸陸續續 香港是給外國封關 人家的航班不飛來香港 或者香港人不可以入境 或者需要我們隔離 所以那個情況其實在內地 其實各個省各個市各個村 他們都在做自己的封關 不同程度的封關 是不希望那些病人到處走 大家就集中資源做好自己的區 去開那個省、那條村、那個市 是要這樣做的 如果香港政府現在拖泥帶水這樣做 現在航班還是有國內飛香港的航班 港珠澳大橋繼續 是珠海中山或者其他人可以經那裡坐車 過大橋進來香港 深圳灣大橋也可以 所以變了我們就是沒有完全封 沒有完全封 封意味就打開一條路 打開幾條路 是令到內地的人士 包括有病的、沒有病的 都可能經這個渠道入境 這個是會令到醫護人員 和香港市民非常擔憂 今天又見到 好像現在政府要檢疫 進來的人要檢疫 來香港的人 其實確實是少了一些 其實這一點是否覺得 都可以香港可以當大安主義 可以放心 入境的內地旅客人數 是現在少了的 這個是事實 當然少了就好過多了 但是少了都是會發生問題的 我們已經知道 林政府在星期六凌晨之前 是很多人衝關進來的 裡面其實已經很明顯有一些 已經是病的 中了招的病人 已經是湧進來 究竟有多少呢 我們現在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覺得 應該是果斷一些 全面封關一段時間 是令到我們醫護人員 不會是不夠保護醫 不夠病床 是最後想救人 都救不了 現在這個檢疫的人 現在入境的人 就有被檢疫 但是他們都可以自動走動 其實這個都是否有些擔心呢 政府這樣做得是等於沒有用的 其實政府的做法 我們說是一種假封關 因為是封不完 現在容許內地的旅客入境香港 所謂隔離 是一個假隔離 我們覺得 為什麼呢 因為基本上沒有人守著他們 沒有人看著他們 是靠他們的自律 這個所謂自律 其實我們都不可以 相信所有的人都會很自律 意思就是說 繼續入境的內地旅客 所謂自己在家居隔離 或者酒店隔離 其實是一個笑話來的 因為根本上沒有人看得到他們 而那個監控的措施是不到位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假封關 假隔離 最後就是政府告訴人 我好像做了一些事情 但其實那些事情 對於防疫的作用是不大的 看林鄭月娥她的思維會變成這樣 你剛才也說過了 無論是大陸的各個省市 他們都自行封關 還有一些小村 它都是有自己封住自己 就不要被人們到處走動 甚至打麻將都不給了 為什麼林鄭月娥她始終都留下來 兩條通道給那些人過來 她講的檢疫 但是那些人回到香港 都一樣可以自由走動 這樣都可以有一個全部的機會 我相信林鄭月娥 不是一個我們很期望的一個領導 她不能夠很果斷地 站在香港人的利益和立場 採取一些有效的迅速及時的措施 全部的東西都拖泥帶水 經常都好像怕得罪 又怕得罪北京 好像我們說不讓內地人來 是不是歧視她 就是她有這些心魔在那裡 接著又怕得罪商界 如果我們封關 會不會有很多影響商人 有時又怕那些跨境家庭 她又照顧不了那些小朋友 她太多事情 太多很複雜的思考 但是最需要做 就是一個很單純的心 你如果防疫 一定是要倒截病毒入口的 如果你不做好這件事 你會令到所有的防線崩潰 令到那些醫護人員 處身在一個很危險的境地 現在香港人也是很危險 她應該要做的事 她又不做 不倒截 不封關 然後知道市民需要口罩 她又不是提早一早去張羅 反而問 喂 你們如果知道在哪裡找 你就告訴我 喂 大佬 你是政府來的 你幫不了我們不得已 還叫我們幫你找 所以我覺得管治是有問題 也是完全沒有領導能力 完全不是站在香港市民那邊 去為我們籌謀 我想她那個人太自負了 變了我們是很失望 有一個這樣的特首 我們覺得問責官員 也都不能夠真正問責 這個很大問題 特首要向北京問責 也都要向香港人問責 但是我們覺得她主要 常常都是想著北京怎麼看 實質上就沒有辦法 很一條心地站在香港人那邊去防疫 怎麼看金融時報呢 之前呢 不單止金融時報 都有些消息傳出來 可能3月份左右 她就要下台了 但現在為止 你見不見到她要下台的跡象 覺得她管不管治到香港呢 其實我們就沒有收到 這方面的消息 她是不是會下台 不過我相信 她不得民心 已經是一個事實來的了 看她怎麼領導防疫 和之前處理反送中運動 甚至警察的暴力 很明顯看到林鄭月娥 是不適宜繼續做特首的 我們覺得 應該盡快撤換 否則香港真是很災難性 看這次的防疫 我們已經看到 不要說之前的反送中了 就是看防疫 你已經看到 是脫脫漏漏 就是沒有辦法 是真是很落地 很貼近民情 是有一個感同身受的一個領袖 去帶領我們抗疫 我們覺得是很失敗的 林鄭這個管治 啊 啊